美國參議院全數通過了對中國取消發展國家優惠 不僅是取消最優惠的國待遇 因為這個就是當日你入了世貿的時候 或者再之前在克林頓時期 當時每一年都會逐一審查中國的人權狀況 接著你就看到我們中共最厲害的當然就是 今天就抓誰 明天就放誰 一說你人權有問題的話 那你就放人 造成了每一年的最優惠待遇 後來進了世貿 那麼進了世貿 其中一個條件就是 將中國當是第三世界的龍頭 它是發展中的國家 也都因為這樣 令到中共在世貿上的如如得水 成為了世界工廠 但是美國參議院全數通過對中國取消發展國家的優惠 是96比0 就是美國政客面對殘酷的現實 不得不適應中國已經是發達的國家 中國又贏了 而美國真正幫中國實現了強國夢 就是說習主席的一個叫做中國夢 真真正正在這裡得以被國際承認 我們不停地說我們中國偉大 不停地說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我們不停地挑戰西方國家一個社會的秩序 甚至告訴大家西方的民主體系 他們多麼不堪 甚至造成了大量的人命的傷亡 而有些甚至宣傳美國是衣不斃體 沒有衣服穿都可以 在這個時候 那麼我們中國其實是超越了美國的了 超越了英國 我們已經是全球第一 在這個環境的時候 那麼美國復書不得不承認 中國就是世界第一大國 所以取消你的所謂的最優惠待遇 幫你實現了強國夢 這個也是中國人最開心的事 至於你世界工廠 你的經濟 你的外貿外資 能不能夠繼續的 這個已經不是最重點 美國和中共尤其這一次的流浪氣球 直接會導致了中美加速脫勾 而針對中國的話 我相信美國也好 歐盟也好 包括印太地區都會迎來新一波打擊中共的浪潮 習近平究竟能不能夠頂得住 我們香港能不能夠明節保心 我們拭目以待 節目做到這裏 希望大家like 追蹤share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 和非常代表我的天啊 需要大家的支持 拜拜